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杂技演员 他是一名非常有名的 他的杂技呢 是人躺在一个板凳上 两个脚啊 上面有一个缸 不停地转 他驾轻就熟 因为年纪偏大 他决定退休改行了 在告别舞台的那天晚上 他把他的亲戚朋友都请来观看 亲戚朋友因为表表心意 有的呢就拉起了横幅 挂起了小旗 送上了花篮 场面非常的热烈 然而正当大家为精湛的艺术 喝彩的时候 他却失控了 失守了 他一脚顶偏 这么大的一个缸 重重地砸在他的鼻梁上面 他当场昏了过去 事后有人问他 张师傅 凭你的技术 怎么会出此意外 他说 那一天 心里总是在想 这是自己 杂技生涯的最后一场 而且 请这么多的 亲戚朋友来捧场 我一定要表演的最出色 千万不能出错 谁知 一走神就出事了 从表面上看 这些失守 好像都是偶然的 其实 却有必然 因为大家记住 人有一个弱点 当对某件事情 过于重视和执着的时候 他就会失去了一颗平常的心 心里就会紧张 而心里一紧张 往往会出现心跳加速 精力分散 动作失调的不良反应 台长说 学博人要无欲自然 心如水 我们心如止水 喜缺一生的烦恼忧愁 心要明白 我做的对不对 心路明镜 开悟一生 显现出人间的慈悲大爱 学佛中 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 不要跟人家去攀 不要跟别人去比 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